清晨甘露3月12日 当爱你的灵社 马太福音5章43节 爱你的灵社或许他富有 你贫穷 你的小茅屋就在他壮丽的大厦旁边 你天天看到他的家私 他穿的是绫罗绸缎 吃的是真凶美味 神赐给他这一切 所以你不要贪婪他的财富 也不要起嫉妒的心 若你不能改善自己的境遇 那么就当知足 不要看你的灵社 也不要希望他像你一样 要爱他 那么你就不会羡慕 也不会嫉妒他了 也或许 你有钱 而在你邻近的地方有一位穷人 那么 不要以为称他为灵社 就是羞辱了自己 你不要轻看人家 你要爱他 那是你的责任 世人看他不及你 可是他有什么不及你的地方呢 他和你是一样的 并无不及你之处 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你的衣服比他好 并不是你比他好 他是个人 你还能超出这个人字之外吗 要注意 就是你的灵社难屡不堪 贫穷非凡 你也要爱他 或许你说 我不能爱我的灵社 因为我所做的 他们却抱之以怨由和亲命 但是你还能大大的爱他 你只愿做一个穿着轻便如羽毛式的军装的战士 而不愿做一个穿戴爱的厚重的甲州斗士吗 最有果敢的人 得胜必最多 若你的爱的道路崎岖 要大胆地踏过 仍要不畏畏艰困地爱你的灵社 把烫火堆在他们头上 若他们难以讨好 就不要讨他们的好 要讨你主的好 他们蔑视了你的爱 主却不蔑视 你的行为既被主接纳 就像被他们接纳一样 爱你的灵社 因为你这样做 就是跟从了基督的教宗 在这里的行为既被人接纳一样